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对于可教化这三个字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是法官认为 这个嫌犯真的有悔改之意 还是只是规避死刑的一种说法 其实悔改之意 根本就没有办法客观的确定 这个人的内心是真的有悔意 还是暂时有悔意 这回要讲的一个案例 就是指法官一句可教化 让一个假示犯出来之后 又害了一条人命 这到底谁该来负责呢 接着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 万华河滨提防 金线双手残肢 桃园卢族公帝 出现遭肢解的上半身 他的身份是谁 其他尸块又在哪里 来看这起人骨拼图案 我们把时间退到1994年4月14号的早上八点 一名亲戚园经过了万华的河滨公园 发现地上有一个塑胶袋 他不宜有它 像平常一样准备拿去丢弃 但没想到他这一打开 竟然揭开了一起残忍命案的序幕 发现这双女性断手的地点 是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的堤防外 一名黄性清洁人员 在整理附近的环境时 发现在黄色的塑胶袋中 有一似女性的双手 旁边还有绑着绳子的破袋子 于是向万华分局报案 没想到袋子里面装的是 女人的左右手臂 没有出现尸斑 研判死亡时间没有多久 但这绝对是一起分尸案 万华警方是立即拉起了封锁线 并找来法医 要尽快确认死者的身份 民国办了三年4月14号清晨 台北市万华的和平公园 突然出现了一个黄色塑胶袋 由于塑胶袋已经破裂 远远就可以看到里头 包着两只被人家 用锯子割断的女子双手 十只手指头上的指甲 还涂着相当鲜艳的红色指甲油 吓坏了当地早起运动的居民 当年的刑安现场 不像现在都会做好隔绝 任何一个户外的现场 都会像这样血淋淋的 呈现在民众的面前 而由于这气势的地点 临近万华的青年公园 时任刑事局真二队的队长侯友余 获报之后带着弟兄前往调查 却附近都找不到其他的尸块 因此警方研判 凶手是开着车 经过水源快速道路 顺手将装着手臂的袋子 从上往下丢弃 但只有一双 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臂 要怎么确认死者身份呢 分尸案件呢 要把身份先确认 所以确认的时候呢 首先就是从两手 开始去做相关的辨识跟比对 那最主要呢 它手部的地方呢 这个小指的地方 它有一点便性 因为曾经受伤过 有一点便性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资讯 先公布 正当检警陷入苦恼的时候 没想到才隔了一天 在桃园卢竹的一处工地内 同样也是早上八点多 有人发现了另一起尸袋 里头装的是 遭肢解的女性上半身 卢竹香南山路的五福村 这几天正在进行排水沟覆盖工程 建筑工人郑福来 早上八点上工时 突然发觉排水沟内 有一袋黑色塑胶带 忍不住撕开塑胶带 才猛然发觉袋内竟然装着肉块 警方切破报案之后 立刻将现场封锁 本来是看到有一些 还有闻到一些 就是说臭臭的味道 那有的人是认为说 可能是因为那附近也有 可能有一些养猪场之类的 那就会怀疑说 是不是死猪肉 但是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功能 他就说这个怪怪的 还是打开看一下好了 结果一看 竟然是一个女孩子的上半身 把在场的功能都给吓了一大跳 有没有这么巧 台北跟桃园都同时发生了分尸案 两面的警方当然觉得这并不单纯 而且从尸块上分析 招肢解的伤口 都是被锯子锯断的伤痕 而且从死亡的状况 跟皮肤弹性来看 大约死亡时间都不超过三天 年龄大约是在30到40岁之间 于是决定比对看看 那那个锯了以后都有一些 等于是不完整的一个截断面 那截断面能够拼合的话 就是我们一般做那种拼图理论 一张纸你把它撕开 你很难找到另外一张 只试得跟它截断面一模一样 我们就是上半身跟手 我们先做整个结合面的比对 发现完全吻合 完全吻合 当然后来也有做DNA 那时候DNA刚开始 这重大发现 让警方士气为之一振 因为代表嫌犯开车到处气势的可能性 增高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也对住在新北市卢州的夫妻 向警方表示 这个被害女生很有可能 就是他们失踪的干女儿张慧慈 因为从小指头受伤的情况来看 跟第一个被发现的尸块 是一模一样 在他家住的地方 全面的做拆指纹 拆了以后呢 再来跟他的食指的指纹一比对 比对以后就确认 其中有一枚指纹就比重了 就确认他是张慧慈 青年公园那边听说后来有闹鬼 他们都是他们说的 就每到晚上的时候就有女生的哭声 这是弄得人家 后来就他们集资啊 青年公园那批人就集资 弄了一个超度拔会把它解决了 由于事件太过于惊悚 在弃失地点也传出了灵异事件 而被害者张慧慈呢 被警方查出原来他是在新加坡舞厅担任舞女 于是马不停蹄 调阅了他生前最后的行踪 发现他在4月13号的中午 也就是发现双手尸块的前一天 在饭店外悲鸣客人方金益 载上车带出场 就此失去联系 行事局调阅方金益的资料 发现他以前就有前科 而且专找舞女下手行骗 将对方骗出之后 就在野外性侵抢夺 这和张慧慈遭到分尸案发生的情况 相当类似 警方一查发现 这个方金益相当的可恶 从26岁开始就不断地进出监狱 他有恐吓 诈欺 伤害等前科 陆陆续续被判刑 7年跟9年的有期徒刑 而1979年 他又连续抢劫了20名舞女 并且性侵了其中三名 依照当年唯一死刑的盗匪罪 最后却改判无期徒刑 没想到他智慧假释出来后 竟然又涉嫌分尸了另一名舞女 当时那个盗匪条例的话 大概抢劫强劫一个人 大概就唯一死刑了 但是后来就是本来一审是判死刑了 那后来他二三省认定他情刊秘书 还没有到那种社会隔离的地步 所以就把他剪成了无期徒刑 警方透过饭店的监视器 锁定了一辆租来的黑色克莱斯勒 在4月19号的中午 在台北市趁着他要去开车的时候 一举上前将他逮捕 而就这么巧 方金益落网的时间 就是舞女残遭分尸的整整第七天 万华分局组成的专业小组 逮捕被害人张惠慈的朋友方金益 从他身上找到一张档票 警方随后在台中一家档铺 起出方金益委托不知情的女子 点档9万元的劳力士金表 这支表是被害人张惠慈所有 表带上掉了一颗香钻 特征明显 但是方金益到案后否认涉案 落网的方金益十分的狡猾 可能跟他经常进出监狱有关 他指出当时的案发时间 他不是在淡水台中 就是在高雄 有不在场证明 而经过警方的一一查证 都将他狠狠打脸 最后依照强盗杀人 赃物等罪嫌 把他移送地检署 并收押禁鉴 而据他为什么要杀人呢 竟然只是因为十万块钱 根据警方调查 凶贤方金益是在本月13号 约在新加坡五丁的舞女张惠慈见面 在向被害人张女借十万元悖剧之后 奋而将张女勒币 然后分成尸块丢弃 警方在巡线找到凶贤时 方金益一再石口否认涉案 但在方贤身上搜出死者的金表 以及项链物证齐全之后 方贤才坦诚行凶 十万块的支票跟他锐 然后被那个人唐启瑜跟他骂说 你吃软饭干什么的 就是只有花费 然后他份额就把他用毛巾 一斤跟手肘把他雷笔 依照法医的鉴定结果 张惠慈先是窒息昏死 再遭瑞气切割 由于全身没有尸斑 死因是出血性羞克死亡 代表他被分尸的当下 是有气息的 而方金益却误认为他已经死了 到五金行买了刀跟锯子 活生生的将他大卸成七块 分尸的话一般是这样 就看你对人体的结构 你清不清楚 了不了解 但是你如果对人体不太了解 你常常分割的时候会碰到 那个骨头硬的地方 所以硬的地方他也不知道 用刀子割不下去 甚至有的重型刀可能也不好分割 所以很多比较外行的 外行的他可能就用锯子 案件的过程解决了 一般的警察大概就认为破案了 博友一承办此案的侯友一认为 一定要找到死者的全尸 才能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于是借题了在压的方精益 要来寻找剩下的尸块 而方精益的反应 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这起疯狂分尸丢弃案的嫌犯方精益 在坦诚行凶后 警方专案小组急待着他到案发地点 找寻还没有被发现的尸体 方精益就引导警方前往林口的重划区 由于嫌犯在勒币死者后 丢棄于现场 再回到台北购买凶器分尸 因此警方认为他应该对现场情形记忆犹新 不过方精益却相当狡猾 似乎有意误导警方 大批人员就在嫌犯公称的述从内搜索 却一直毫无所获 最后嫌犯又改口可能在戏纸一带 专员只好又沿着高速公路一路找寻 方精益的狡猾 最后心不甘情不愿地 带着远警们来到戏纸的一处公墓 警方在现场怎么搜都搜不到 正当准备撤退的时候 一名脱公啊突然说 他觉得就在这里 竟然做了一个梦 就是梦到说 有一个女孩子一直拉他的脚 在这个自己走到这个第一公墓 细致第一公墓一个坡 他走下去 他走下去结果没多久 他竟然拖出了一袋的这个丝块 一个离奇的托梦 找到张慧慈的左右腿 接下来还有头部跟臀部不知趋向 而根据方精益的公词 他是将头部丢在细致交入道前 一处中央分割岛上 后来发现已经被清洁人员当作垃圾丢弃了 运到了三重疏红道的焚化炉 而照理说案发过后的两三个星期 应该是已经被烧掉了 却这么刚好 焚化炉在这段期间故障了 头部当时讲说是丢在那个内湖 高速公路内湖到细致这一段的那个分割岛 那时候也是大海捞针 后来他说这一段的垃圾一般都清到 北北县的三重 三重那个垃圾厂 后来就已经怪兽了 然后三重垃圾厂动员很多人在那个地方找 真的很幸运的找到那个头颅 他有梦见 忘记 然后他的头是因为他是被毛巾裹着 一枕啦 比较大的面穿一枕裹着 所以警方一听说那不是那个头颅吗 一连串的巧合 让警方只插腹部跟臀部的这一块尸块 就能够拼凑全尸 再根据方敬的说法 大批远警又是前往了桃园炉族的西周桥 要找寻最后一块的远古平图 新市级人员也在今天上午 借提方闲到桃园炉珠气湿的地点 寻找受害者的下半身 并且动用怪手在河床附近 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由于适逢假日引起不少好奇民众的围观 而在下午三点左右 在一堆废弃的钢筋中发现尸块 可惜的是在这里找到的 并非张会瓷的尸块 警方研判是被河水冲走流入了大海 之后再也没有线索 一直到了5月8号的下午三点 出现了到目前为止 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山深他也是说丢在炉族那个西周桥 那个地方 可是后来并没有找到 可是随后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在翡翠湾那个海边那个地方 找到了已经腐烂的下半身 结果整个尸体后来就完整的 做一个拼合 因为这些尸块被方金毅 当成是垃圾一样到处乱丢 警方找寻有如大海捞针一般 不过这些被丢弃的尸块 最后竟然全部都能够找齐 找回尸块的过程 每一段都有难以解释的巧合 当年的报导 甚至用现代聊斋 这样的标题来行动这起案件 而现在案子破了 尸块也找齐了 方金毅被杀人罪起诉后 进入法庭 他却不断用各种谎言 像是被警察刑囚 好朋友也是共犯等等等 让法院是疲于调查 企图来拖延判决 结局里面写信给法务部说什么 他的育友跟他承认说 跟一个男的去在南部犯了这个 洪婉奴命案 他用这样子来拖延一些审判的一些程序 结果方金毅缠送了十一年 六度被罪告院发回更审 历审都是判他死刑 最后终于死刑定验 而这起案件前科蕾蕾的方金毅 终于在民国九十四年死刑定验 等待枪决中 没想到定验之后 在国内兴起了废死的声浪 时任的法务部长施茂林 以及王清风 技术性的不执行死刑 导致死囚人数 一直攀升到了44个人 之后虽然曾永夫 两度千准死刑 枪决了9人 同时死囚的人数 也急需攀升 来到了56人 而方金毅在这个时候 罹患了多种疾病 被移往了台中培德医院 最后在2012年的农历年前 就因病去世 成了没被枪决伏法的死囚 这对被害家属来说 是情何以堪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我们来思考一下 如果当年法官 在他对20名武女下手的时候 就判他死刑 也许之后 就不会再多陪上一条 张惠慈的人命 欢迎有想法的小伙伴 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会尽量一一回复 我是老Z 我们下集见 五二老Z大线 会员召集令开跑咯 只要在YT搜索 CTI52OZ 找到老Z频道 首页点选加入 就会跳出各等级会员福利列表 除了有专属 Z思徽章 表情符号 还能每月独享一支 会员专属案件影片 高等级会员 还能加入LINE社群 跟老Z直接互动 设计人 让您直接出现在影片中 替老Z团队打气加油 现在赶紧动动手指 来帮老Z团队洗油 好